打把色带的一个更换的方法 首先把这个几个盖子打开 把两个盖子打开 都是一个原料的 一个是收费料的 这个更换 首先把这个螺丝扭出来 把这个盖子也打开 和两个同时扭出来 放在一边 这边是收费料的 这边是我们的色带的 好的色带 色带的安装和位置的方向 首先拿到一个新的色带 首先这个外层是光面的 里面是有墨的 安装的方向是首先第一步 先把这个放到这里面去 好 走的第一步 这个走的连杆 这样走 通过这个小方向 走到这边 好 通过这边 调到方向 安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 别让它尽量打 尽量不要打皱 好 这个有个小按钮 是把这个打开的 我们进行 进行拉过来 好 拉到一定的长度以后 把它放开 把它压紧 到我们这边以后 进行一个收料的安装 好 这样装上去以后 我们多转两圈 现在这个料盘 进行 好 这以后我们就把这个装上 这个扭紧 这个装上 这个也把它扭紧 好 我们对这个进行前 检查的一个位置就是 这个 一定要 放在我们这个光电的槽子里面 这是一个 缺料保护的 这就是这个方向 好